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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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展示国际街头艺术的户外博物馆 它现在是世界上领先的街头艺术作品展览的最佳场所之一 这个世界文明的露天街道博物馆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目前包括40多幅 前沿壁画 这些是由来自亚洲 欧洲 拉底美洲和美国的知名街头艺术家所创作的 这个地方的参观时间建议是三个小时以上 第二个地点是维子卡亚博物馆和花园 以前这里被称为维子卡亚别墅 是商人詹姆斯·迪林的别墅和庄园 位于今天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耶林区 20世纪初的维子卡亚庄园 还包括广泛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园 原生灵地景观 以及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外建筑群 这座豪华的别墅建于1916年 迈阿密的戴德县现在拥有维子卡亚的财产 作为维子卡亚博物馆和花园向公众开放 博物馆里有许多原来的家具和艺术品 周围是郁郁葱葱的花园 这个地方建议游览时间1-2个小时 海童购物中心 海童购物中心是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戴德县斯维托沃特的一个购物中心 在迈阿密市的西部 虽然它不是一个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但它的功能与奥特莱斯购物中心非常相似 你会发现来自240多个国际品牌和高端的百货公司 很多品牌商品都在打折 这个地方建议游览时间3个小时 第四个地点是迈阿密的动物园 今天的迈阿密动物园占地近750英亩 是代表500多个不同物种的3000多只动物的家园 在这些动物中 有40多个物种被列为冰微物种 动物园内还有一千多种树木 棕榈树和其他植物 以及100多个特别展览 展示了大量的物种和科学主题 迈阿密动物园很荣幸成为许多全球野生动物 和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领导者 目前这个动物园参与了超过36个项目 这些项目在全球六大洲进行 迈阿密动物园的参观时间 建议超过3个小时 第五个景点 美国航空体育馆 美国航空体育馆是一个体育和娱乐的多功能场馆 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比斯坎万畔 它建于1998年 是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迈阿密热队的主场 这个体育馆有2105个俱乐部座位 80个豪华套房以及76个私人包厢 冰水剧院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剧院 位于竞技场内可以容纳3000至5800人 剧院可以被配置为音乐会、家庭活动、音乐剧 和其他舞台表演 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的一个枢纽 美国航空公司在这个场馆内 设有FTX竞技场旅游中心 美国航空体育馆在2021年6月 改名为FTX体育场 第六个地点是贝塞德购物中心 贝塞德购物中心是一个两层楼的露天购物中心 位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中心 白斯坎湾的岸边环绕着这个购物中心 它的边上是迈阿密市的游艇码头 它被旅游局认定为迈阿密参观人数最多的景点之一 与典型的购物中心不同 贝塞德提供了一种娱乐体验 每天都有现场音乐、餐厅、酒吧、家庭活动 以及海滨物业所带来的如化的环境 贝塞德广场的租户包括140个在线空间 此外还有50多个位于中心内和周围的推车和小卖部 这个地方的参观时间建议是3个小时以上 第七个地方 菲利普和帕特里夏、弗洛斯特科学博物馆 迈阿密青年联盟在1950年开设了迈阿密青年博物馆 它位于比斯坎大道和第26街拐角处的一所房子里 少年联盟的妇女们创办了博物馆 1952年 博物馆搬迁到迈阿密妇女俱乐部大楼内一个更大的空间 当时它被重新命名为科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 新的菲利普和帕特里夏、弗洛斯特科学博物馆 在2017年5月8日在迈阿密市中心的博物馆公园开放 在这里您可以看现场表演和动物亲密接触 亲身体验尖端技术 在博物馆三层的水族馆里您可以触摸黄鲦鱼 从弗洛斯特天文馆可以模仿在太空中穿梭 这是一个建筑奇迹 是一个适合所有年龄和兴趣的博物馆 这个地方建议参观时间是2-3个小时 第8个地方 丛林岛 丛林岛是南佛罗里达州最受欢迎的地标 是一个亲密的生态冒险公园和活动目的地 位于迈阿密市中心和南海滩之间的游龙港口对面 在始于1936年的丰富传统的基础上 丛林岛拥有惊心动魄的新景点 旨在将游客带到新的高度 和一些世界上最罕见的异国动物 游客可以享受到身临其境的真实丛林体验 包括树顶探险 引人入圣的动物表演 和内容丰富的展品 同时 在茂密的热带树棺下 漫步于溪流和瀑布 与动物进行难忘的亲身接触 或参加私人导游的幕后VIP之旅 就像许多经常光顾丛林岛的名人一样 这座占地18英亩的公园 拥有新装修的布鲁姆宴会厅 和风景如画的户外空间 包括一个私人海滩 这里也是迈阿密举办中大活动的场所 这个地方的开放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 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第九个地方是马西姆公园 马西姆公园是一个占地631亩的城市公园 位于曼阿密大都市老卡特勒路9610号 就在佛罗里达州珊瑚城的南部 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 里面设有人造环礁池 随着临近比斯卡湾的潮汐作用自然冲洗 海滩海风深受家庭欢迎 公园经营着一家小吃店和餐厅 建在一座历史悠久的珊瑚石建筑中 还有一餐厅和自然小路 这是一个美丽的拍照地点 在泄湖上 后面是迈阿密天际县的壮丽景色 第十个地方海童世界 这个地方提供于海童游泳的最佳旅游和门票 在街机服务中 导游会告诉你所有关于海童游泳的细节 包括快速通行证的登记 满海交通和海童项目 海童项目是在水中与海童相处30分钟 您可以抚摸、拥抱、玩耍 并和海童一起游泳 这项有趣的活动 有很多地点可以选择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在迈阿密参观最多的十个景点 希望我们的信息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栏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记得点赞转发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